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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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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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老师跟大家这么介绍了以后更混乱了 到底出现什么样的提醒呢 所以老师按照颜色区分了以后 还要怎么样大致地区分了一下 大致区分下在这几个月当中 从1月份到10月份 总共我分成了四个部分 一个是个人的 个人的其实很简单 都是一样的 关于发明和创意类的 同学们一定要知道创意 很奇特的想法的 以前老师曾经说过 政府的一个什么举措 但是它也是创意类的 一直都是在说创意的 当然出现了公司 集体的 这也是关于营销 攀卖 也是创意类的 怎么才能去卖很多 看来最近老师非常喜欢创意类性的提醒 当然出现什么 历史名人的故事 虽然是名人的故事 但是也是什么样 属于一个技术的改造 也是什么创意类的 那么老师看了吗 这四个类型 其实都是一样的 关于创意类的 换糖不换药的类型 是不是 所以你们老师呢 以前在别的特奖当中 已经告诉过大家 怎么去做好创意类的类型 所以同学们 如果把那个类型提醒练好的话 肯定能在创意类的类型 取得好的分数 当然 每年都会出现什么样 代表性的名人故事 嗯 有名人的故事 如果说蔡伦是一个名人的故事的话 那么我们也可以再做一下 其他的名人准备 他什么样成长的经历呀 或者什么他的一些事情呀 作为名人故事 是比较代表性的 所以老师在想 12月份会不会出现有名人的故事呢 就算没有名人的故事 我们可以准备什么两个类型 一个是创意 一个是名人故事 嗯 接下来看一下 如果呢 遇到创意类的 老师说了 以前在6月的 6月的特奖当中 6月特奖当中 同学们可以 在YouTube里面找出 6月份的特奖当中 老师已经作为什么 最专注的 集中性的 去说写一下什么呀 嗯 创意类的类型 把创意类的类型 在6月份的内容当中复习一下 那么肯定会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创意类型 都不会觉得很难的 嗯 所以呢 但是老师觉得 我们创意类型做好了 怎么才能去做名人类型呢 来看一下 老师简单的做了分了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什么呀 一定要抓住什么呀 重点的词汇 嗯 重点的词汇 其实呢 同学们觉得 一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 就觉得很难 那么看一下 1977年 他以第一名的成绩 从国外一所著名工学院毕业 哦 一看到这个部分 开始就头疼了 完了 这次考试我又完蛋了 我该怎么办呢 我不行了 写作太难了 对不对 其实同学们呢 总是避重就轻 对不对 总是看到重要的部分呢 叫做简单的部分 那么在写作的内容当中 也可不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呢 对不对 我们把一些难的 怎么样啊 撇开 找一些简单的词汇 抓住重点的话 就会很简单的 那么老师觉得呢 在这里面 其他都不重要 当然时间是肯定的 对不对 时间是肯定的 那么在这里面 主人公也是肯定的 他 然后呢 我们想到什么呀 他什么呀 毕业 嗯 毕业 在哪毕业呢 他说国外的 国外的 那同学们都知道 在国外毕业 不知道是中学呀 还是高中 还是大学的时候 不要紧张 我们先找到重点的 就是说 他毕业了 在哪 国外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看 他在这为了出现了这个目的 那为了 凶凶凶凶凶 年事已高 四字成语 不懂 没关系 我们要看后面的 那么什么父母 为了谁呢 为了父母 谁怎么前后 作为赵英 为了父母 他依然放弃了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很难 那么怎么样 都扔掉 不重要 那我们找什么样 在这里面 回 反回都不知道 回知道 回哪里 回香港 求职 我明白是什么意思 但是不知道怎么去写 或者是照这个样子写的话 容易写错的同学们 一定要按照老师的简单的方法 求职理解了以后 什么样 找工作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换成找工作 也是可以 如果写作能力比较高一点的同学们 当然也可以直接用求职就可以了 那我们抓住正点的 嗯 时间 1977年同学们经常写错 19什么呀 97年 不一样的 对不对 1977年 那么主人公 他对不对 在这里面我们知道 找工作呀 那你一定要最基本的什么呀 大学毕业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很难的 很难的学校的名称 换成大学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所以呢 看一下 他在哪里 国外 老师说了刚才在国外 怎么样 毕业 当然要找工作 是什么呀 大学毕业才能找工作 对不对 我们自己天上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在文章能找到 对不对 所以我们天上就可以了 嗯 天上有著名的 在这里有简单的 当然少不了什么呀 很难的 学校的两词所 一所学校 一所学校 所以呢 在这里面 1977年 他从什么呀 国外一所著名的大学毕业 最重要是什么呢 他的目的 为了谁呀 帮文才能说了 为了父母 为了父母 所以他回香港 不用些返回 直接回香港就可以了 用简单的词 字就可以了 然后怎么 找工作 这样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其实 没有必要去把 所有的男的题 男的字啊 去看在眼里面 而是看一些简单的 就像我们跟中国朋友聊天一样 聊天当中 我们知道 有些词 我们听懂了以后 用这个词怎么样啊 去 让我们怎么猜测一下 它都有什么意思 一样的 虽然很难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 找出重点的 简单的词汇 去联想一下 就可以了 是不是 当然 同学们联想得小心 不可以随便 十字幻想 对不对 想很多乱七八糟的 所以同学们 在这样的提醒当中 最主要找出什么 重点的词汇 当然这个词汇 一定要很简单 我们能看得懂 作为前后的连接 然后完成这篇文章 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第二个类型 老师觉得什么 分清祖次 什么叫祖 什么叫次呢 什么是重要的 什么是不重要的 当然有很多名人的故事 我们应该记住哪些方面呢 像这个说嘛 他说鲁迅出生于 出生于什么 1881年9月 嗯 什么出生于绍兴的 什么一个落魄的大家庭 哦 不会 你根本就念不懂 鲁迅圆明周术 啊 越来越难了 我们怎么去一直念也不能理解 到底文章是什么意思 就算理解了 我们就去背 肯定也不会背下来 对不对 那么应该怎么样啊 同学们一定要记住 其实他在哪年出生的 在哪个地方出生的 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 这个人到底 他是什么样的名人 在中国有什么样的地位 所以我们可以找到 在这里面什么样 他是 是什么样 是中国现代的 嗯 中国的 我也可以简称是中国 著名的 在这里面 文学家呀 思想家呀 革命家 嗯 他在中国是什么呀 革命家 思想家 文学家 对不对 所以呢 同学们不要把一些没用的 什么具体的描写写下来 只要记住 他虽然是名人的话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名人 只要告诉我们就可以了 他到底是画家呀 还是主持人呢 还是运动选手呀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写好了 就只要找出重点 什么重点呢 因为鲁迅这个人 他到底在中国是什么人 对不对 是什么人 科学家画家还是什么呀 那么在这里面 是著名的文学家 思想家和革命家 像这样的记住的话 会更简单 能马上就要找出我们 最重要的部分 所以关于名人的故事呢 一定要记住 他哪年出生的 他在哪个地方出生的 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什么呀 他在中国到底是 什么样的名人 占有什么样的地位 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接下来看第三个 如果要书写的话 如果是名人故事 最代表性的 什么呀 他的成长经历 对不对 他从小的时候 是个什么样的孩子 长大了以后 什么样的孩子 他中间经历了什么 当然可能也会有什么样 名人已经成长了以后 在他这个有名的当中 可能发现了一些故事 但最具代表性 经常出现什么呀 他从小到大 他是怎么样生长的 对不对 成长的对不对 所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按照年龄去记的话 会更简单 对不对 所以当然找出 曹月 曹月这个人 当然了 我们最具代表什么 从小就作为搭配 从小就怎么样 啊 喜欢听故事 到这里就可以了 简单的介绍一下 当然了 从这里面出现的年龄 什么样 一两岁 一岁两岁的时候呢 都是什么呀 爸爸 都是这个爸爸怎么样的 给他讲故事 给他读故事 在这里面出现了 读故事 不是他自己的 他小的时候喜欢听 但是一两岁的时候 一岁两岁的时候 一岁两岁的时候 爸爸给他什么样的 读故事听 但是最重要的年龄 我们要找到 马上就要找三岁 当然从了什么呀 一二岁以后 就是开始三岁了 对不对 所以呢 从这三岁以后 他就已经凶凶凶凶凶 特别难 我们找出重点 简单的在哪里 不懂 二岁大 四级 可以看完一本书 不换到手 一个水大 那么在这里面 他的年龄总共分了三个部分 所以我们记住 三部分重点连接起来就可以了 那么首先就什么样 曹月他这个人 小的时候 喜欢什么 听故事 嗯 记住了 然后呢 一二岁的时候 喜欢爸爸 就每天给他什么样的 读故事 对不对 嗯 在这里面是他女的 他嗯 不要混乱 那在这里面 然后什么样 他三岁的时候 他就可以什么样 能自己看完一本书 如果这样记下来的话 不仅仅能很快的 抓住重点的部分 而且把什么样 这个文章都连接好 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什么连接 当然 他可能会有小学呀 中学呀 大学呀 高中 可能高中毕业以后 最重要的 如果他是名人的话 他是因为什么有名的 对不对 如果是作家的话 他肯定会写一本书 如果是电影导演的话 他肯定会拍一部电影 如果是运动选手的话 他肯定会参加什么样的比赛 获得了什么样的金牌 对不对 所以同学们在名人故事过 不要觉得很难 根据这个名人的故事 去找出重点的部分 我们才能把写作的部分 写好对不对 所以呢 我希望同学们呢 不仅看了这个讲座 如果有时间的话 可以看一下什么样 老师之前派的讲座 肯定会在什么样 12月份 能写出好的内容 而且得到好的分数 那么也希望同学们 在今年的最后一次考试 能够考出好的成绩 顺利的通过六级 取得六级的资格证 那么在这里 老师就和大家说再见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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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峰 峰 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